高铁半年亏损955亿 14亿人养不起高铁 国家为何越亏越贱? 在我国引以自豪的技术当中 高铁无疑是其中之一 目前我国的高铁网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 并且铁路网也是全世界最为现代化的 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 在这一方面能够跟我国相提并论 在2019年底之前的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在高铁这一方面的营业总里程 已经是达到3.5万公里 按照目前的营业里程来预测 高铁里程将在2025年的时候 达到大概5万公里 而铁路在2025年的营业里程 则有望大概达到17万公里 也就是说在2025年的时候 我国高铁的覆盖面将会更加的大 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 将会有98%被高铁所覆盖 到时人们在出行这一方面将会更加的方便 我国也将迎来高铁时代 现在高铁订票相关的业务越来越多 电子客票以及刷帘选座等等业务 让大家乘坐高铁更为便利 除此之外 高铁还推出了针对老年人 以及拖网人群的相关服务 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够乘坐高铁 这也让不少人已经习惯了在出行时首选 高铁交通工具 但虽然高铁的客运量不少 可是中国高铁在开通这几年来 却并没有赚到钱 反倒是出现了巨额亏损 之前 企业甚至在半年的时间里面 就亏损了高达955亿元的金额 不少人在知道中国高铁亏损之后 都难以置信 在他们看来 中国每天乘坐高铁的人数如此之多 高铁的运营收入应该是相当的惊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年营收4000多亿都养不起 国铁集团6个月就亏955亿 钱都花哪去了 从高铁的营业收入来看 确实金额惊人 像去年铁路公司的营业收入是4390亿元 这一个营业额虽然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多亿元 但在普通人的眼里面 4390亿元的年营业收入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据 当然 高铁的投入并不是以赚钱为本 更为重要的是 是作为一个经济枢纽的存在 高度发达的高铁可以让全国各地连通起来 交通便利的情况之下 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更快速地发展 让经济内循环更加的良好 感谢观看